第八节中期的游走节奏 南刀是支援型中单游走能力很强 既然这样呢我们就要发挥它的优势 一个正常发育的南刀漏刀不多 而且六级前不死 就会在六级左右做出来提亚马特 需要注意的是南刀第一件必做提亚马特 这件装备是推线回复和爆发的来源 非常契合当前版本南刀在前期的节奏 再做个五速鞋加快游走节奏 有了提亚马特就不能打对线了 推完线就去游走 一般情况下游走的方向都在野区 因为线上miss的敌方肯定会打信号 如果在线上搞事很难有所收获 所以视野欠佳的野区是我们的首选 中单到六的时间一般在六分三十秒左右 南刀清线快所以会稍快一点 大多数正常发育的中单都会在这个时间点 而这个时间双方buff刚好即将刷新 无疑给了我们绝佳的反野机会 buff刷新时敌方打野必然会在下半野区 不管有没有打完都会在附近开怀 等他在野区楼面马上推线入侵 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成功翻野 打野被抓节奏断档 主动拳就会在我方 做出提亚马特之后 不要一直待在中路 直接推线然后找机会游走 因为入侵野区只是其中一种思路 南刀最常用的还是双线流游走方式 所谓双线就是上路下路两条线 看兵线选择 不过第一次最好是下路 因为下路的等级肯定比中单要低 我们刚到6下路一般也就是4级或者5级 游走时不要走河道 因为很可能有视野 尽量从野区绕过来 能看到敌方打野的动向 然后给队友发信号 封住几人退路 配合队友很容易打出击杀 上路的发育跟中路差不多 所以游上路比较有风险 第一次不建议去 而且上路一般都是逃生能力很强的英雄 在路人局跟队友也不能做到完美配合 一个失误就会给对面反杀的机会 就算勉强换掉 整体而言还是亏了 所以游走的路线一定要谨慎选择 哪一路有机会就去哪一路 不要硬抓 只要时机把握的好 两条路都能快速支援 如果再加上野区 就是三线游走 游完上路之后不要回中路 先入侵野区 把野区转个遍 有机会杀人就杀人 没机会拿人头就反野 然后回中路推线 上半野区空了 接着游下半野区 可以呼叫队友一起 下路直接包饺子 就算对方双人组支援过来 也来不及 占了先手的优势 还占一面也比较大 六级的男刀 做出了提亚马特之后 伤害极高 只要不是特别肉的英雄 都可以一套秒掉 除了这几种 比较常规的游走方式之外 我们也要考虑到 中立资源的争夺 比如第一条龙是火龙 游下路绝对比上路要赚 如果支援到位 四包二或者三包二都有可能 打赢了就可以顺便拿掉小龙 取得优势 过了十分钟 峡谷先锋刷出来 就需要频繁游走上路 跟上半野区 只要带好了节奏 拿下峡谷先锋 有了先锋 会极大加快推塔节奏 一般的比赛 在峡谷先锋拿掉之后 兑现其基本结束 进入频繁的团战当中 此时男刀的游走优势 就无法发挥了 所以一定要在拿先锋之前 疯狂带节奏 只要节奏把握的好 男刀很容易建立优势 是啊 套 努力 乱